这就是太阳大脱 这个到底是什么 第一站我们要先吃煎饼卷大葱 太阳三美 这是一美之一 就是它的豆腐 口感扎实 很不错 反正它能吸收很多姜汁 因为它的苦比较多 比较大 他们的姜牛肉 姜牛肉我相信大家都吃过 姜牛肉的这个东西 我本来不知道是什么 牛宝 没通过这种方式吃过牛宝 口感我可以跟你们说 都有点像那个鹰芝士一样 它加了一些肉皮冻 还是挺丰富的这道菜 煮肉它也加别的 把它的肉放上面 肉应该比较有处呗 所以说都不用写着酱 看起来比较干 但是尝尝未来 肉它没有炸得太过 所以它还有很多姜汁呢 它挺好吃的 嗯 有点锅包肉的那种 挺好吃的 这是半个饼啊 这就是海洋大锅 这个也老实 哈哈哈哈 你要吃里面的鱼 哈哈哈哈 我那么会吃咸的 我感觉有点咸过了 甜酱吗 后半酱吗 嗯 两个大葱 没有那么大的大葱 小鱼干 原菜再加一点 我觉得还是放的有点少 嗯 嗯 他们做的咸赛够咸 哈哈 有点太咸了 其实我问服务员 正确的卷法是不是 对我这样卷 我一直想问一下 这是正确的 这是正确的卷法怎么卷啊 这是是 我可以卷到你 好了好了 等你啊 241 好吧